生产出状况,婆婆非要保她大孙子,满月宴我宣布仪式,婆婆大闹,老公绑住脸。 我和老公是一弟,在学校的时候,老公对我很好,每天早上按时到女生宿舍下面给我送早餐,我们是校园里令人羡慕的情侣,可是到了毕业时,陷入了两难, 我的父母绝对不同意我和老公回他们的老家所在的城市,也听过女孩子放弃自己的一切,跟住男方去的下场就是很惨。 可是四年的恋爱和老公对我的承诺,让我都放不下,于是我还是毅然决然地嫁给了老公。 老公假是乡下的,结婚之后我们就在市区买了房子,大概是婆婆家觉得我们已经临正了,开始答应说的要出首付最后到付款的时候,说存的死期取不出来,我住急地哭,给爸爸打了个电话,我爸心疼不已,说你结婚爸早就给你准备好嫁妆了,立马给我打了二十万。 我心想祝我娘家出的钱,就写我名下好了,老公还有些不乐意,觉得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,说自己家里等定期到期之后,就会举出来还给我爸爸。 我当时就是没有安全感,坚持写到了我自己的名下,这大概是我做的最明智的一个决定,心里就开始隐隐不安。 后来也了解到婆婆就是那种好吃懒做,说话杂杂糊糊的想起妇女,连顿饭都做不好,我们买房子之后,她就三番五次地跟老公说把她接来跟我们一起住。 后来我怀孕了,老公二话不说就把她接过来,名头是照顾我。 可是我怀孕,每天还要给她做饭,因为她连燃气躁什么都不会用,洗衣机也不会用,天天和社区的老太太一起打麻将,说三到四家长里短这些我都忍了,眼看我要临产,由于孕期营养不好,我没有力气顺产生下来。 大夫建议护妇婆婆却在那都呢,护妇要多花很多钱,老公也有些犹豫问我能顺产吗? 我坚持护妇,因为我自己有工作还是有理气的,手术过程中,我凝血功能插出血过多,恍恍惚惚,已经失去了意识,只记得十分混乱嘈杂,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,后来隐隐约约听见有人说那个婆婆太不像话了,在医院又哭又哭。 非要保他大孙子,医生都说了,孩子不会有问题就产妇会有问题,还在那哭闹。 此时的我心灰意冷恨自己不听父母的话,和婆婆讨厌的嘴脸,和老公没有作为,躺在病床上的几天,我已发誓,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,在孩子办满月酒的时候婆婆又不怕花钱的,在村里边请了乐队和三十桌酒席。 可是当天村里的人都被我打电话提前通知 直到市里的大酒店喝满月酒,我爸爸和娘家四个堂兄弟开住几辆豪车,我故意让一个人给婆婆打电话通知她来,酒宴上我宣布了,我要和老公离婚,孩子要姓我的姓,婆婆毫无意外地在大闹,老公冷住脸问我为什么。 我就问她一句,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干什么。 你们已经伤害不到我了,因为我不再爱你们了,给你一周时间搬出去那个房子,那是我娘家的产业,以后我们两不相欠,孩子我会抚养长大,不要你一分钱。 从此我婆家成了当地的笑柄。 我善良,不代表我软弱可欺,很多人说我心狠,我只是坚持住我自己的正义。